喵 歡迎回到醫生檔 我是DK 最近發生了一件事情 細節還不能公開 等到告一個段落我一定告知大家 這個實踐讓我更加痛恨 所有以宗教之名來做各種壞事的傢伙 因為我就是看不起這樣的人 因此我會繼續找一些宗教欺騙的案例 甚至之後會請匿名的受害者家屬 來分享他們的一個心路歷程 一個經驗談 我不想把事情鬧蛋 不過在合理言論自由的範圍內 沒有任何方式可以阻止我講真話 這一次我們要講的就是神棍校長 今年的資料是由報紙光平台來查詢 報紙光以每日報紙為底蘊 是一個致力於知識考訣的平台 我們先來看這一則地方報導 堅持國中的校長彭春蘭和學生有個約定 在全校斷考進步最多的前三名 又有機會到國賓飯店喝下午茶 在教育界服務滿30年的彭春蘭自學認真 這個用心是獲得所有家長的好評 但是誰也沒想到 我剛念的這一則報導的好校長 竟然是神棍 接下來我們就要揭秘他實用的手法 剖析手法是非常重要的 也許能夠協助某個正在身陷邪教話術的人 請大家聽仔細了 彭春蘭他在竹北市六家國中擔任校長 照理說這個職位在社會上是很有聲望 但是2007年他卷入一起詐騙風波 柳編女子叫做林寅珠 自稱有神力 只要高價跟他購買預期就可以改運 擺脫遭到英魂纏身家庭失和的命運 林寅珠跟彭春蘭曾經是師生關係 被害者紛紛都說 其實那個牽線的人就是彭校長 我們念一段判決書的內容 正人A 我是彭春蘭學生 經營房地產生意 彭春蘭知道我經營是不順利 所以介紹林寅珠給我認識 我陸續跟彭春蘭買過四個觀音像 想說可以消災解惡 再來是正人B 我經營麵包店 彭春蘭是我國中隔壁班的導師 他有一天就突然到我經營的麵包店 然後對我說感應到我離世的爸爸 爸爸說在陰間過得不好 就介紹我認識林寅珠 只要跟林老師買瑜企 我的命運就會轉好 我聽著就是毛骨悚然 於是真的花錢買了很多瑜企 結果這些號稱是高級貨的瑜企 都是B貨 B貨就是由化學物浸泡 人工製造出來的紋路 或是經過染色的灰瑜 都是便宜貨就對了 比如說一個御手環 鑑定價格是1萬元 但是林寅珠卻賣了36萬 被害人買了這些瑜企卻發現 自己的命運是沒有改變還是經常生病 這才驚訣 我被騙了 這受騙金額大約在400萬元左右 承辦的檢察官就說了一番我覺得很有道理的話 有人說 這起案件是消費糾紛 但是宗教應該是教化人心 並不是讓人心生畏懼 然後再來推銷東西 假借宗教民意 實際上卻是高價去販賣廉價的物品 然而彭校長在這個案件之中 當時是被認為是本案關係人 並不是被列為共犯 彭校長也喊冤 他也說 我只是分享經驗而已 不是牽線推銷 況且大家都是成年人 買方也要量力而為 我是佛教徒 早晚打坐念經 在教育界30年 有可能為了詐騙 賠上一輩子親喻嗎? 最後彭春蘭因為罪證不足 不起訴 無事一生情 但這個事件鬧得太大了 教育部認為 不應該讓他人進入校園兜售預期 於是他就被寄過處分 調到堅實國中 沒想到兩年後 彭春蘭校長再度涉及恐嚇雜欺的風波 堅實國中的一個出納組組長 跟一個學校老師A老師 彭校長 三個人之間有750萬的借貸糾紛 雙方各說各話變成羅生門 部分教職員說 彭校長周火入魔 雖然他辦學認真 但是信仰信過頭 惹出一連串的爭議 最後彭春蘭申請退休 新竹縣政府以影響教育人員形象為理由 寄他兩支小國 換言之 洪春蘭是在非常不名譽的狀態下 2010年退下了校長的職位 洪春蘭從這個校長職位退下以後 竟然故技從事 又重新聯絡他的學生 林英珠 林英珠這時候他就改名字叫做林佩穎 2015年開始 有彭春蘭在新竹的一些佛寺 公廟啊 山區啊 主動跟人攀談 只要發現這個人有狀況 比如說健康 家庭關係不和諧 經濟有糾紛 債務有糾紛 親屬往生 就會變成他的詐騙對象 洪春蘭以退休校長的身份 就卸下對方的心防 因為一般來說 誒你說你是退休校長的吧 那大家就比較不會有戒心 就透過閒聊 然後我就說 我也在學習佛法 習佛的經驗 藉由脈玉 因此就轉運了 這種心得分享 就取信於人 最後再迎接 林佩穎來見面 聚餐 這時候林佩穎就會扮演 靈性大師的角色 就一搭一唱 在餐會上 會以各種話術來取信於人 那靈性大師會謊稱 因為你遭逢厄育 你跟家人朋友即將失和 你有業障要消除 離世親友有來託夢 你未來會離婚中邊 你將會遇到各種災害 那聽到人難免會心生畏懼 於是呢 他們就真的是這樣 一個講這樣一個講這樣 就合力去說服你 去花費巨額款項 分次購買高價的玉器 還有木雕 並且聲稱 這些玉器都是經過高層加持 你只要配在身上 或是家人身上 或者是擺設在家中 馬上就可以消災解惡 改善身體 改變家庭的狀況 避免惡果 也可以付給林佩穎一大筆金額 用來舉辦祈福或是 消災解惡的法會 再來買玉器 還有投資的效果 你只要之後再轉賣這個玉石 獲利全部都會歸還給你 最後還有一個招數 你可以投資一家 叫做寶石節的公司 去購買他們的股份 那公司會進行玉石買賣 那只要賺錢 就可以獲得大量的分紅 以上就是他們的騙數 總共四招 可惡的地方在於 林佩、彭春蘭 就是故意挑選那些人生不順遂的人 身心最脆弱之際 當成詐騙對象 慫恨他們購買玉石 要有他們交出現金、匯款、貸刷信用卡 人就已經是痛苦了 還想要榨取他們的財物 你們的行為真的是可恥 那到底騙了多少錢呢? 公布詐騙紀錄 A女被騙3295萬 B女22萬 C女3398萬 D女1328萬 E女378萬 F女1000萬 G女629萬 H女 這邊特別說比一下 H女是有心智缺陷 卻仍然遭到狠心的詐騙 林佩穎跟彭春蘭就引導H女 去操作那個提款機 被騙了466萬 實在是有個惡劣 I女149萬 J女135萬 K女40萬 L女58萬 M女7萬 N女40萬 O女12萬 那大家也可以猜到這些玉石 對不對 就是跟他們多年前用的手法是如出一側 全部都是便宜貨 扣除微博的成本 最終報酬起碼有8900萬 另外 還有一名同夥叫做吳應傑 他是負責藏匿這筆巨款 所以整個宗教詐騙分工就是這樣 彭春蘭負責找人 林佩穎扮成心靈導師 吳應傑隱藏犯罪所得 好 那麼上面的東西 好像就是流於一些數字而已嘛 大家聽了沒有感覺 我來念一些證人的說詞 你才能感受到那種被欺騙的痛苦 正人假說 2015年7月18日 彭春蘭第一次帶領林佩穎到我家 說這個林佩穎老師很厲害喔 她懂風水通靈中醫 當時我是獨居 然後我又跌倒心情不好 我兄弟姐妹也有生病 然後林佩穎就說我災難 並且說你跟家人關係不好 讓我相信她可以消災解惡 然後他們又常常一同拿中藥跟午晚餐 來到我家給我吃 來照顧我 貼心溫暖浪漫啊 帶我善心走走 那因為彭春蘭之前是校長 我想她應該不會騙我吧 不會騙人吧 就相信了他們 林佩穎跟彭春蘭先要我跟他們買玉器驅軌避邪 並且強調這些玉都是從中國來的好貨 相當稀有珍貴 不但可以避邪消災解惡 甚至還可以保值 就跟黃金一樣 講的天花亂墜 最後可以換錢回來 他們還可以幫我轉賣獲利 所以你買了這些玉都不用擔心了 這些款項我就是把這個現金交給林佩穎跟彭春蘭 他們從來都不給我收據 之後林佩穎跟彭春蘭又要我做法會化解災難 然後要我賣股票、黃金、貸款 跟友人借貸來去籌措金錢辦法會 但是我投資的玉石玉器都沒有拿到 也沒有拿到轉賣獲利的款項 一次也沒有 另外一個 證人已說 林佩穎、彭春蘭是我婆婆 先介紹給我老公認識 然後在2015年8月 老公在介紹我認識給他們 我們每次見面幾乎都是彭春蘭先到 然後林佩穎大約會晚半個小時左右才會到 我們等待的過程 彭春蘭就會先跟我聊天 然後會跟我們分享 他透過這個林佩穎的幫忙 我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改善的經驗 彭春蘭會告訴我們 林佩穎擁有超越常人的能力 是菩薩派來救我們的 他會透過喇嘛 協助他過爐 過爐你知道嗎 就是在那個 對對過祥爐 強調林佩穎背後是一個專業團隊 可以在過爐的過程當中 跟這個人的冤親在主談判 就像菩薩一樣是來幫助我們的 而林佩穎一開始就會跟你說 啊 我一看就知道你身體不好 你可能需要佩戴玉石 玉石有保值的效果 又可以對你的身體是有好處 也可以保平安 並且說一些就是發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 來取得我們的信任 我相信林佩穎也是因為我婆婆 還有我大姑 我大姑是很善良的 是不會說謊的人 那連我大姑都信了對不對 我大姑也有跟我分享一些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叫靈學上的 比如說在雲古寺看到菩薩仙靈 讓我覺得好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還有林佩穎講到我娘家那邊一些事情 也讓我特別感動 認識林佩穎跟彭春蘭以後 林佩穎起初幾乎每個禮拜 都會安排一天到我們家 幫我們看宅學 但是也是一樣 彭春蘭先到 林佩穎比較晚到 那彭春蘭都說 林佩穎他都是用這個 他自己的薪水買中藥給我們 無私的奉獻 要我們好好照顧好自己 就是對我們虛寒問暖 彭春蘭還說 林佩穎自己一毛錢都沒有領 都會把自己的錢全部拿出來 幫助給別人這樣子 然後在2015年8月19日 他到我家看宅學的時候 就帶了一個皮修一對 讓我老公挑選 說是要放在我們的房間 讓我們盡彩 從此之後 我們就開始陸續跟林佩穎購玉石 那他都有強調 就是這些玉石都是天然的 都是A貨 可以增值保值 所以我們覺得 有等值效果 又對家裡會有改善很好的話 那時候就是身上還有一點錢 就才會購買這些東西 可是每次購買 他都沒有拿任何的證明給我 就是玉石價值 可能有一些證書 還是什麼的 一次也沒有拿給我 但是因為我們信任他們 也沒有明確要求過 請他拿出一些佐證的資料 至於林佩穎到底有沒有做過爐的動作 我們也不曉得 我們也很曾經就是好奇問過說 你到底有沒有做 但是林佩穎就說 他過爐的地點在台北 而且那個地方很神秘 是不能隨便讓人進去看的 就是片面之詞就對了 在2015年12月以後 林佩穎開始就叫我們投資 要我們投資寶石傑公司的翡翠 他說寶石傑公司 有收到一個6000多萬的訂單 室友喇媽挑選到我跟我老公 你們這兩個人 我就是看你們夫妻有福報 你們可以賺這筆錢 你們在兩天之內要湊到300萬 其實我們當時根本就沒有那麼多錢 他就叫我們盡量去湊 福報 然後林佩又自稱 看得到我往生的公公 我往生的公公拜託他 一定要讓我們賺到這筆錢 而且林佩又說 我們以後的經濟狀況會每況愈下 會很差 不容易賺到錢 並且保證在三個月之後 就會有60萬元的獲利 所以之後我就用 真的用信貸的方式 把這筆錢湊足 一樣林佩穎還是沒有給我任何的投資證明 只是口頭講 然後彭川然有寄在筆記裡面 有寫下來 有給我們看 也有給我們簽名拍照 就這樣而已 後面的幾筆投資都是以這種方式 他在2016年的7月13日 有給我現金23萬 說是翡翠有賣到103萬的獲利 後來他就不斷的要我們投資跟做法會 並且將獲利拿來護底 另外我們佩戴的玉石 戴了一段時間 林佩穎就會說 玉石會吸到我們身上一些不好的東西 所以要重新由我拿回去過路 那玉石照到拿回去以後 有些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我們有時候也會問彭春蘭 玉石跟投資金錢的下落到底在哪裡 所以彭春蘭也知道我們有花這筆錢 有一次林佩穎 當他知道我賣掉手上的預售物以後 有200多萬的現金 又開始說我的家人會有災難、厄運 要再度舉辦這個消災法會 地點就是台北那個隱密的過路場所 所以我們也不能進去 但是林佩穎就說 你們不用擔心 我們會幫你們的冤親債主溝通 讓我們過關 最後我們被卡債 逼得叫不出來 然後林佩穎跟彭春蘭這時候人間蒸發 避不見面或是推脫隊長 大概大概就是這樣 那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我們把這個玉石送去鑑定 發現全部都是逼貨 我們這時候才清醒過來 但是就再也找不到林佩穎跟彭春蘭 以上就是兩個證人的故事 然後還有很多證人事件的說詞 我就不一一細講了 想要知道更多的朋友可以翻閱判決書 都有公開在司法院的網站 我只想問 聽完這些證詞 這些真實的故事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神棍真的很可惡呢 最後整起事件會被揭發是因為居女 發覺被騙 她到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案 2019年2月15日 彭春蘭又要跟這個居女 收取詐騙款項的時候 警方就當場逮捕了彭春蘭 後續調查局與居竹北分局 在林佩穎跟彭春蘭的住處查到浴室 還有1億1739萬的現金 就放置在豪宅的鞋櫃還有衣櫃當中 警方以點鈔機清點所有的現金 竟然就花了整整7小時 並且出動了兩輛轎車還有一輛7人座的轎車 才順利將這些錢運走 而保時捷公司超離譜 根本就沒有這家公司 全部都是虛構的 最後判決的結果 法院認為雖然他們以改運來說服被害人 用購買高價的預期 但是從中也涉及宗教信仰主觀價值的判斷 難以認定是詐數 卓簡行責 林佩穎最後被判15年 吳應傑10個月 彭春蘭13年 大概就是這樣 整個案件就是這樣 那大家聽聞這個事件有什麼感受呢 影片的結尾我想要跟一個人喊話 你一定有在看 你以為 你還是教主 還是那個呼風喚雨的傢伙 你可以用一些手段 讓我閉嘴 這樣 錯了 我不吃你這套 我也不相信你的教條 我在影片當中 所有資料來源 全部都有評有據 有媒體報導 也有法院公開的判決書 接下來我會用一輩子的力氣 我也要把你拉下神座 你不要再以為 自己是那個重心拱欲的生命 事實上你就是個世經小民 就說到這邊了 如果你身邊的朋友 或是你本人 有發生宗教的欺騙 願意接受我的採訪 請在IG私訊我 希望在這個世界上 所有人都不要被宗教話術給騙 因為那種 家破人亡的痛苦 是非常難以承受的 沒有人可以去承受這件事情 我會繼續找更多的案例 來提醒大家這件事情 謝謝